我们中国人特别爱纠结一件事 比如什么是我们最先发明的 我们好像特别在意这个 并以此为傲 有人说足球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 可以追溯到处居 这个说法是无法考证的 就算是真的 但那又怎样呢 现在足球诞生于英国 即便我们发明了足球 咱们的足球却还是冲不出亚洲啊 小孔成像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的 可以追溯到莫子的试验 但那又怎样呢 西方人发明了造成金 你现在能自拍 恐怕跟莫子的关系不大吧 火药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 可以追溯到速食炼丹 但那又怎样呢 西方人懂得拿来主义 他们用火药发明出了火枪火炮 晚清时候反过来打我们 船舵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 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 比西方少了一千年左右 但那又怎样呢 是西方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将这个世界连接起来 中国很早就有九张算术了 也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 但那又怎样呢 我国古代的数学 主要是以计算为主 缺乏逻辑论证的思想 因此我们只有算术 没有发展出数学这本学科 所以请想一想啊 为什么我们最先发明的事物 最后却在人家手里发扬光大呢 如果不思考这个问题 并引以为界 还继续陷入盲目自豪中 活在自己的反制主义世界中 那可真是没救了 导致 导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